富国节假期来了 将你五大旅游省钱规则 知道这些可以省好多 防疫政策的层层取消 让多少人终究按捺不住一颗向往自由的心 选择出去旅游 但是与此同时 也有多少人因为疫情的打压 在经济下坏中挣扎 无论如何 富国节的假期还是将如愈而至 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旅行的假期 温暖的气候 明媚的阳光 万物复苏 身处旅途 可以让自己从房门中跳脱出来 很多人一听旅行就觉得花钱 事实上 做到以下五点 组织好时间 安排好合适的行程 你永远也想不到 居然可以省下那么多钱 第一 提前预定 那些习惯早早就预定好一切的人 永远会比拖延过一天算一天的人 在旅途中省下更多的钱 想要低成本的旅行 必须提现了解重大节假日的放假时间 最好提前三至十二个月预定 特别是酒店和飞机票 一定要这么做 如果实在提前不了 必定时间最好在工作日 而不是在周末 第二 正确的旅行定位 旅行的定位往往决定了整个旅行费用 选择五星级酒店和露营冒险之间 费用的差距就不需要再多解释了 如果您将与多人 比如有三人以上的同行者 那么租房永远比定酒店便宜 第三 交通的选择 交通费用也占旅游备中很大的比例 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 提前了解前往目的地是 搭乘火车 飞机 自驾等等 拿出方式更加便宜 也可以省下不少钱 对于喜欢开车的人来说 评估哪条路收费站最少 油耗最少是我们必做的功课 往往有收费站的旅途会更加的短 选择国道会出现拥堵 而非高速的路段往往旅途长 而有限速 第四 优化行李 为了避免乘坐飞机时购买更多的行李热度 或让你的汽车超载 那么我们必须精简我们的行李 准备基本必需品即可 第五 计划三餐 旅行中最后一个花钱的开销就是吃了 合理的组织膳食 比如前往当地超市购买食材 在有折扣的应用程序上订外卖 或者提前准备三明治 点心 冷盘 而不是频繁的在餐厅就餐 都可以为我们的开支带来真正的节省 旅行可以带给我们的快乐是无可比拟的 能够和家人和朋友一起集体出行 也是极其珍贵的时光 合理的计划开支并不会降低我们的体验感 但是能为我们的钱包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我们的钱包带来更多的安全感